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面放海骨 魔王與活技 上面有口服藥 依賴病患的醫生 adm 我想錯了 講電話的男人 有個電話 什麼都沒有 所以她要把她變這個樣子 感覺她有點驚下來 等一下 嗯... 捲心菜可以引住吧 煮鴉蛋 繩子 這個黃金球是這樣子而已耶 它就是有這樣而已 這可以拿嗎? 不能拿 欸 欸 坐爪 等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 我只走過去而已就死掉了 鞋帶 它這也會死嗎? 腳下是...擺著一幅畫 是一張奇怪的臉 鞋帶嗎? 嗯? 把它變左邊那個樣子 它鼻子要變大跟嘴巴都變大 所有東西都變大耶 我怎麼弄啊 我要怎麼弄啊 嗯? 欸? 這東西...這不能...可以拿嗎? 可以拿的話應該就可以用了可是... 欸? 欸? 看你左邊這個樣子看一次 表...挑戰表...擺出同一個表情 同一個表情要怎麼擺出來啊 能讓表情變成旁邊那樣的東西放在這裡 能讓表情變成旁邊那樣的東西放在這裡 因為就很驚訝吧 就是讓它覺得很驚訝的東西 我以為是眼珠子耶 這...我看到真的會滿驚訝的 好... 海骨 魔王與活際會產生出海骨嗎? 並... 呃... 依賴患者的醫生 安眠藥有關係 講電話的男人 空腹的孤獨女子什麼都沒有 該不會這邊也有放吧 空腹那給他吃鴨蛋 欸...在那耶 將煮鴨蛋放在台子上 喔... 喔...他丟一瓶東西給我 裝有紅色液體的瓶子 紅色液體的瓶子 喔...那可以給他喝了嗎 他看到紅色液體他會覺得很驚訝嗎 將紅色液體的瓶子打開 放在桌子上 噢... 噢... 眼睛不太一樣耶 眼睛比較紅 這樣應該可以吧 欸...可以耶 好...那成功了我們過去了 好 呃...又是一個新的謎題 欸...有招財貓 大的離譜的招財貓 八成會倒下來咬我 那... 上面寫著房間內置物的後面 喔...什麼聲音 房間內置物的後面 喔...這裡推 這是時鐘嗎 又覺得有什麼東西會突然蹦出來似的 好可怕喔 時鐘 喔... 置物的後面是什麼意思啊 刷新一下那個時鐘 欸... 是... 喔... 布幕被固定住了 喔... 這什麼啊... 喔... 欸... 欸... 禮物山... 禮物山是什麼山 一股噁心的味道 有鋤頭...拿走 很重...不過還能... 拿著動... 喔... 喔... 我覺得這個遊戲太誇張 一大堆死...死掉的感覺 不喜歡 哈哈... 每次好不容易拿到一個東西就死掉了 還是走左邊吧 喔...這邊鎖住了 另一側 有可能是我要上去的下 來上去把它打開 招財貓 想要通過... 在這裡放上與無備相處的東西 什麼都放得下 喵... 喔...撤紙 或是撤紙 看我需要...放鬆共盟... 祭品 對啊...超兇慘的...啪啪啪就死掉了 愛音晚安喔 我也差不多要休息了 好 好... 還有章馬騙出來是不是 地板因為老花有些裂開 請不要胡亂撞擊地板 好... 不要胡亂撞擊地板 放毛線球 我覺得毛線球不是他相對的東西耶 欸...台子上有花盆 有一個閥門 怎麼了... 好像馬上就會掉下來死的 那就當要放著不要緊嘛 我覺得也很要緊耶 蛤... 好像砸幾下就能敲出洞來 那... 欸... 這個東西在這裡我... 我...我這樣敲會不會自己做死啊 喔...好太好了 喔...得到洞 地板上開了一個洞 通往下面 喔... 這邊還回不去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打開了 恩... 上鎖了已經生鏽 應該可以砸開 砸開...用鐵敲吧 好...關一下鐵敲 打開了 鐵敲也斷了 好... 太好了太好了 喔... 關得死死的 喔...這必順有點大聲 等一下 喔... 欸等一下我還... 我還沒有放... 放...無備箱等東西給他耶 沒有必要強行打開 有很多金幣 太好了都要金幣了 痾... 吸去者 絕不... 輕饒 喔...對不起啦 我先放回去 好喔... 歐伯晚安 絕不清倒是什麼意思 等一下 我有什麼東西可以... 啊...有點遠耶 我要躲我的... 他應該會... 這個我覺得他等一下會掉下來 我要繞過去 好吧... 那看我的身走位吧 走啦 啊... 完蛋了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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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黏死了 哇...這個不是這樣走的喔 煩 再一次 反正我應該是要找東西給他 那... 欸我剛剛有得到什麼東西 我剛剛有得到... 撤紙 不至於說撤紙可以跟金幣換吧 鴨鋸 鐵...翹 好 這什麼東西啊 上面是金條嗎? 有幾根金條喔 太動 拿不動 可以用鐵鞋把它敲成碎碎碎的嗎 不行耶 繩子 鋤頭 不行 故意不看講解 來了來了 下去打開了 打開了打開了 誒 誒 我成功躲進去了耶 太神了 誒太好了 成功打開了 太好了 神走位 顆顆 好 那把金幣放下去吧 金幣 好 那門應該開了吧 耶 成功了 然後進來這裡 有兩棵樹 不用理它 好那我們從這邊開始探索吧 水路調整室 有個拉桿 呃搬上去 往上扳的拉桿可以固定不住 是壞了嗎 還是有其他原因呢 這邊 奇怪 怎樣 哇 我這螢幕 畫面有點暗 上面寫著記憶裝置和處理裝置發生錯誤 好這邊是什麼東西啊 我 我看不到耶 好那這等一下可能才要用的 外延的花瓣 因為室內的高溫垂向了一邊 喔這什麼 火是很大 周圍都被烤熟熱 喔這什麼東西 在燒 喔 喔 裡面揪了一眼什麼都沒有 有 太久沒有使用的都燈油罐 可是裡面是空的 撿起吧 燈油罐 那這個呢 也是燈油罐 好 寂寞安安 燈油罐 所以我要去拿燈油囉 好這應該是下一個那個解謎的入口 等一下喔 好沒東西 好我們就存檔 存檔在這裡 我想讓花開 但是花都不開 是不是應該增加水分和太陽的光照呢 可是水要是澆了很多很多 一整天一直澆水是也不夠的 而且房間裡也沒有陽光 該怎麼辦呢 喔 看我要為你點火了 這什麼 人偶的眼神悲傷 好像有什麼話要說 是我的錯覺嗎 門關著 這可以跳進去吧這個 這高度也不高啊 傑克安安 喔這水的拔門 喔大量的向日葵 開著向日葵 好像沒什麼精神 這也太大了吧 感覺我好小喔 看來我需要讓水流進來的樣子 看來我需要讓水流進來的樣子 它這個中間這是什麼東西啊 嗯? 哇這房間好大喔 痾...清清涼涼得很舒服 喔 裝著看起來很美味的壽司 喔想吃 一本日記 從小時候開始 我喜歡 經常爬山 一邊走著 沒有人煙的山路冒險 一邊散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座山 沒有人願意靠近 我想登上去 看看誰 都沒有見過的景色 去的時候發現 明明是大白天 卻漂浮著灰暗的空氣 十分憋悶 詭異的氣氛籠罩到四周 面前一片朦朧 幾乎看不到腳下了 只是為了摸路 就已經很費勁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有一棟老房子 陰森森的 突然我的腳 像是灌了千四的 那樣嗆了幾下 等到我發現過來 我已經把房門口的花盆 給踢壞了 剛想著要怎麼辦 房子門開了 從裡面走出了一位 穩重沉浸的男子 他看到我慌亂的樣子 就和河善的安慰我說 本來就快哭死了 沒有關係 他一臉溫潤的跟我說 家中還有培育更好的植物 可以帶我去參觀 我就隨他走過去了 宅子裡種了幾株很大的花木 不僅如此 只是一棟房子而已 連面的植物 幾乎可以稱之為草原了 雖然一般花草 是不可能開口說話的 但是看得久 就自然而然聽見他們說 留下來 我覺得也是 有點幻聽的感覺了 是因為我能體會到他們的感情嗎 我決定 暫時實地留在這裡 我想 我也回不去了 我也不太明白 不過 只要想著回家的想法強烈 身體就會自然地做出 離開房子想要回家的舉動 我也感受不到時間流失多少了 已經過了多少天了 我已經連離開這裡的心思都沒有了 為什麼 我開始對自己 何去何從 本身產生了疑問 還是算了吧 留在這裡 不是也挺好的嗎 也許 這裡 本來就是我的歸宿吧 咦 我的身體不能移動了 我是想要怎麼辦嗎 我也不記得了 明天再想也不遲 這不是很正常的嗎 該怎麼辦 就怎麼辦吧 呵呵呵呵呵呵 喔 不過最後一頁上面歪歪扭扭地寫著救命 感覺對 感覺是被迷惑了 對啊 感覺被迷惑可是 身體被迷惑可是 就是理智上還有一點點的 理智可以 寫出救命兩個字 好我們繼續探索探索 今天沒工作 對啊 台灣這邊是連假喔 放禮拜一百二 喔 有個拉桿 血花的養分 好搬上去 喔 好好好下水了 下雨了 容風安安喔 他說 被暴風雨一樣的水灌進去 大家趕搬不回去了 喔 那下雨了 我們這樣 欸 裝壽司的桶子裝著水 喔好可惜喔 我覺得壽司看起來很好吃的樣子 是露露的一片 從架子上拿出來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拔也拔不動 喔 辛苦安安 好久不見 喔 呃 怎麼了啊 玻璃淡得很徹底 好久不見 可是雨聲也太大聲了吧 等一下 我現在發現雨聲超大聲的 啊 我成為那個養分 死了